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呢到医院去给医师检查 然后他帮你用那个这个神经锤呢 去敲敲你的膝盖下缘这边 然后你的脚就会弹起来 其实这是光语学长呢 在台台医院的时候我们非常常会做的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神经科呢 要检查这个病人的这个神经呢 有没有问题 他的反射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常常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如果你以后读医学系当医生 尤其呢你到神经科去实习的时候 或者你成为神经科医师这是很常见 那当然啦这个医师他之所以会被踢到 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做错位置了嘛 你应该要坐在他的侧边而不是正面 好那为什么我们的脚会这个动起来呢 其实呢很简单 为什么因为医师一开始呢 他做了什么事 他给了一个刺激 然后呢这个刺激就是用锤子去敲到膝盖下缘的这个地方 而敲下去了以后呢 这个病人呢他怎么样呢 他感应到了 他感应到了这个刺激他接收了 然后呢最后呢他产生出一个反应 产生出一个反应 这样的过程呢是一种重要的这个生命现象 那我们呢姑且就先把这个生命现象称为感应好了 那感应这个现象呢因为他常常最后会产生一些反应 那这个反应其中有一些呢又是运动 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把感应跟运动合在一起讲 感应与运动 好那我们特别呢来看一下感应的定义 这下面的定义是感应哦 不包含运动下面的定义是感应 生物呢能够接受刺激 生物能接受刺激 而产生 什么呢能产生反应的现象 这样子呢我们就称之为感应 他能够接受刺激而且会有所反应 这样子呢就代表这个生物具有感应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现象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感应这样的生命现象呢 这样代表你可以跟环境有所互动嘛 这样子呢可以自我保护 你也可以去找得到食物逃避危险啊 甚至求偶啊等等的 你感应到了啊对不对 人家对你来电 这些东西呢都是很重要的 叫做感应 那感应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接受到了这些刺激的时候 哎刺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也要给刺激呢来一点定义 刺激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指环境的变化 比如说医师敲你一下 这是一个变化 那环境的变化呢 包含什么 环境的变化 包含比如说光强度的变化啦 比如说温度的变化啦 比如说化学物质浓度的变化啦 化学物质浓度 甚至是压力啊等等各样的这些呢 都是一些环境的变化 化学浓度等等 OK 好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什么叫做刺激 就是当我们这个生物体感受到环境的变化 这个环境的变化我们就称为刺激 那我们刚刚说了有刺激我们有感应之后 然后可能就会有所反应 那反应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分别是呢以生长 或者是生理现象来表示的 这种反应 比如说像是什么呢 像是植物的这个曲性 植物有曲光性跟曲地性 对不起不是曲性 植物呢是象性 记得曲性我们讲的是动物 而植物呢我们讲的是象性 光强学长这边马上修正一下 是象性 象光性 还有象地性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小的豆子呢 它长出来了之后呢 不是应该正常要往上长吗 那为什么它往这边呢 因为光的方向是从这里来 所以它有象光性的结果 刺激环境的刺激在这里 然后呢它的反应就是往这边长 OK所以生长呢 是一种反应的模式 这是反应的种类 那又比如说呢 如果呢你突然呢 感觉到很寒冷 或者是呢 听到一些毛骨悚然的事情 你怎么样 你会起所谓的鸡皮疙瘩嘛 对不对 鸡皮疙瘩 OK所以你看寒毛会竖起来 然后你的皮肤呢 会变成一粒一粒的 这样呢是一种生理的现象 这也是都是接受到一些刺激 而你有所感应之后 产生出来的反应 那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比如说呢 是以这个运动来表现的 以运动来表现 比如说 像是鹅啊 这些昆虫呢 它感受到有光 比如说有火源 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因为呢 有什么 它因为有趋光性 所以呢 它的反应就是怎么样 飞过去到那里 所以呢 这是一种运动的情况 那可是运动呢 并不只限于动物哦 不要以为只有动物会动 植物也会动哦 各位同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非常有名可爱的 寒羞草 寒羞草 寒羞草的特色呢 就是如果你呢 在它这样叶子打开的时候呢 去碰它一下的话 它瞬间叶子里面的 这个水分的压力呢 会产生变化 然后叶子呢 就会像右边这样子 合起来了 很特别哦 那其实呢 正常的状况下 你就算没有碰它呢 它到晚上的时候 也是会因为感现到 外在的这个光 感受到外在的光啊 或者是温度啊 等等的变化的时候呢 它晚上 它晚上的时候呢 也自己会合起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呢 我们称之为睡眠运动 好 所以呢 这样子你可以理解了吗 我们再复习一次 如果呢 我们是生物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具有一种生命现象 就是感应 或者甚至是会有运动的反应 那感应呢 就是我们对一个刺激 会产生反应 那我们对这个刺激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环境变化里面 有光的这个强度啊 不是强化 光强度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 化学物质浓度等等 对这些环境的变化呢 产生反应 那反应呢 又可以分成是生理现象 或者是生长 或者是说以运动来表现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 各位同学 反应是不是一定要是运动 不一定哦 反应可以只是单纯的 简单的生理现象 或者是生长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里